執行完之后的话,它现在是多少?1 所以这个储存格是11的储存格 我放一个什么?放个1 然后NAS就跳上去了 跳上去之后呢,现在J等于多少?等于2 I现在等于多少?还是等于10 因为先跑里面再跑外面 把这个储存格输出,有没有看到?3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 1 2 3 4 5 5 6 7 7跑完之后呢,它会再跑下面 NAS跳回去了 那I现在等于多少?变11了 了解意思吧 这个它 这个可能慢慢的适应 第一个呢,你要先给一个范围 然后它这个回圈就会一直跑 OK,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往下 往下NAS NAS,不过你会发现它还是1 2 3 4 5 6 7 有没有?那就回到,我们最早函数里面还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呢,它并没有根据什么?根据它的列 去加上它应该有的7的倍数 所以呢,那怎么办呢? 就要在这个后面再做一些 一些动作 这个后面还有一些公式 还没完成 OK,好 我想各位,刚开始 这个 这个应该是 踏入那个VBA的 一个 第一个小程式 那这是稍微一点点复杂 不过你懂了之后 你可以套用在很多你的工作上面 好,首先的话 我把那个刚刚的重点 再跟各位提示一下 第一个 等一下请各位 进到那个Excel VBA之后 在上方先插入一个模组 第一个模组 那不是每一次都要写模组 已经有模组就不用再插入模组了 OK 那第二个插入什么? 插入程序 程序的时候呢 现在不能点为什么? 因为游标 要点这边 而且要把它停止 停止状态 插入程序 名称叫做万年利 OK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程式 先打上去好了 for i 等于10到15 for z 等于1 等一下我把它写下来好了 各位先试试看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